冠冰疫情冲击下 人民的生活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 本地自由摄影师王宝祥 同样因疫情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此灵机一动 他放下相机 把日式复古脚车改为流动咖啡车 成为他的猛声工具 疫情前那时候 拜六礼拜都很多空 因为我主要是拍语面比较多 所以拜六礼拜都不会有人去做议员 所以我那个时间会比较得空 比较没有东西做 朋友就介绍说 要不然你跑去根廷Paris那边 摆一个小摊子试试看 可是抱这个玩的心态 去那边开始摆摊子 然后摆下摆下就 越摆那个摊子就越大 因为有人喜欢喝咖啡 然后我才会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到去年 今年疫情的开始之后 就有一段时间也不能出去做东西 所以就开始就 一直在家也没有东西做 然后也不能乱跑 到最后在开放的时候 我就想 开放的时候其实 那时候我还没用这个脚踏车的 那时候我还是跑回去山上那边卖 那时候他们会让我们去出去了嘛 就是那边上去山上卖了两 好像是两个月后他又lock down again 变了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是刚好收录 除处都差不多用完了 他又在lock down的时候就很惨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 也是要想办法去生存嘛 到最后就看到这个脚踏车 好像反正在家也是没东西做 就看看这脚踏车有什么办法 可以跟他改一改 就就是这样咯 就想到了 就把木头箱锁上去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把所有的可以泡咖啡的工具都 放在脚踏车上面 好像前面是水 后面就是泡咖啡的那个道具 这后面这个箱可以装下这些 这些所有的东西可以装下去里面 刚刚好 而且还可以用这个杯 我是比较环保了 为什么我喜欢你们来这边喝 就是用我的杯喝 然后不要用纸杯 因为纸杯很不环保 又不懂怎样去dispo叫它 每次泡咖啡 王宝翔会以咖啡为题 与顾客交流 兴起之时 他还会向顾客吐露心中郁闷 去年的12月开始 这个开始走进老人痴呆症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出来摆这个摊子 有时候偶尔我会遇到那些外面的人 他不认识你 他又会去听你说苦 就是我当他们是我的那个神经病的医生 所以我把我的家里的问题我就丢给他们 这个是我唯一对我自己治疗的方法 我每次我出去这样摆摊子 我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我就跟他说 哇姐姐姐姐姐的问题啊 家里的问题妈妈的问题啊 我这样讲了之后我就很 我的心那个压力就减了 这个妈妈的病就没得好避免了 都他是都病了 就是要看看怎样去照顾他 因为我一个人照顾他 我会很累 有时候我会 我自己都会疯掉 因为他主要是他的嘴很尖 不好吃的 不够咸的他都不吃 而且我会煮饭 我煮的东西都很健康 他不爱吃 所以没办法 我现在我都不煮了 我都不下厨了 我情愿带他去吃 吃那种不健康的食物 母亲患病和疫情冲击的双重压力 王宝翔没有向现实低头 反而以经营流动咖啡脚车 借机外出透气解压 要是以要想去赚钱的心态 这个脚踏车跟这个摊子 根本不会出生 因为你自己用赚钱的心态的话 这是我跟你说的 那15倍20倍起不了多少作用 是亏本来做的 我这样做的时候 应该是我已经有了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这样做也是打发我自己的时间 我不要在家里待着 反正现在外面都没有东西做 我就跑出来透透气 你可以说我跑出来透透气 或者是跟陌生人说苦 轻薦